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福奇社的并行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593集的节目 每年的冬天都要录给一两集感冒时候的这个节目 这一次我是真的感冒了 不过快摔了一下 目前还是阴性 三年多没有真的感冒了 这一次觉得有点严重 今天这个是地球火种 Deluxe Class的Bumblebee 大黄蜂的玩具已经看了很多了 这一款的话有稍微让我眼前一亮 具体的说法就是它的人形 其实还挺帅的 那预期的空洞的话 也比我想象中要来得少 这轮子放在这 我觉得力量感挺好 武器是一个很奇怪的造型的武器 这个感觉有点像就是一个什么人的面具的感觉 因为动画片没看 所以就不是很清楚 那它的身形呢 我初拿出来的时候呢 它的第一个会让我联想到之前的IDW时代的话 也有一个Deluxe Class的Bumblebee 那实际上拿出一对比之后发现 其实差别还是挺多的 甚至呢 我觉得吧 这一款大黄蜂呢 比这一款IDW的这个感觉要好一点 那当然这一款 大黄蜂是当时的IDW里头 是属于排名非常后面的 各位看到这个各种空洞 当时也是属于被骂翻的一个模具 这个是配件包 玩具是本身没有附的 这个漫画里头好像有类似的一个造型 Anyway 那这一款的话呢 关节的紧实度也是挺好啊 虽然有一些球关 但是都很紧 那它最大的毛病吧 外观来讲可能就是色差的问题 它的身体的部分呢 是涂装的 那有些地方是鹅黄色 则是塑胶的圆形色 背包的处理呢 是折成了一片两片三片 扣的还是比较紧的 那副作用就是它的一个腰转是没有的 整拳头也不能转 头的话呢 面雕呢算是好看 而且我觉得整体来说 这一款大黄蜂有给我一种 终于变成是一个大人的感觉 脚的话呢 前后左右踢当然没有问题了 那接地的话也是有它这个整个腿啊 这个脚底 这个地方是一个球形的关节 那武器的话呢 我们就先把它给取下来 我们来把玩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 这个变形很直觉 但是有点意思啊 我们把它的这个拳头收进去之后啊 背包从这个地方收开啊 它有黑色跟黄色的一个组合啊 这种亚洲人跟黑人的组合啊 也是 但是我会看得到啊 那我们把这个手臂的话呢 先翻上来 它的一个组合在这里啊 我们的这个手臂这里有个凸啊 它是要扣进里头 这里有一个洞啊 我们就这样子把它给推上来 然后呢 这里稍微躲开一下 进去 然后呢 把它的这个洞呢 给卡进去啊 这里的话呢 操作左手比较简单 右手的话呢 不知道为什么各种的偏紧啊 各种的偏紧啊 各种的偏紧 尤其是这个球关这里非常的紧 我们就推进去啊 闪进去 把它给放入 也讲得很闲湿啊 这即使是感冒状态一下 有其无力的状态下 说话还是很现实 然后把这个往上放啊 然后这个手臂的话呢 就自然的往上过来 跟它做个结合 这个组合的话呢 没有什么难度啊 没有什么难度 再来腿的变形有点意思啊 首先的话呢 脚底反转180度 然后外摆内收 一样反转180度 然后是往上折 这个变形就突然 就觉得流畅 而且有个小小的惊喜感出来了啊 这样子翻折 这样翻折再上来 然后你可以看到啊 侧边这里啊 有一个 黄种人跟黄种人的结合啊 我们的这个 然后这里啊 这里 也要看到这个地方 又是 黑人跟这个 亚洲人的组合 在这边 所以记得 这里都要扣上 它的 腿部的组合的卡扣的话呢 是稍微多一点 但是并不会很困难 这个门的话呢 我们可以最后再扣 先扣这边 这里是一样的啊 侧边 还有下方 一起扣上去 哎哎哎哎 这一块部件啊 不小心被我推下来了啊 好 我们把它给扣回去啊 好 扣上去了 然后这个 自然是把它给放下来的 那到这边 它的腿就 变形成了车子的后方 那门板就是放进来 那这里有一个 小小的一个 这里有个 也是一个凸嘛 那里头 这里一样有个洞啊 这个 这一天这一集是 很黄很暴力啊 应该是要先这样子扣啊 这样子 好 好 其实我只知道 示范开门给各位看 没有了 其实应该是这个要先扣这里 然后我们再把它朝中间摁下去啊 这样应该是比较流畅啊 Anyway就完成了这一款大黄蜂的变形过程 吐气 非常直觉的会让你想到把它扣在上面 感觉 扣上去好像 有的话好像有一点小小加分啦 那它这个大黄蜂感觉就是一个比较重量感的车子 它的一个滚动性算是好的啊 以没有打锚钉的玩具来说这块已经相当优秀了 只可惜你这个地方啊是黄色的零件 变成说它就是一个一整个的不协调 你说后面这样整个是黑色啊 可能还好一点 那它的色差的物体一样全部集中在中间这里 浅厚的颜色差别是比较大 但是黑色的挡风玻璃是透明件啊 这个对玩具的质感是有加分的 那主要是它的造型 这个已经有点像是飘于Draft的那种 或者是一种比较重型的赛车的感觉 这个地方像是进气口一样的 所以这款大黄蜂的话呢 我感觉吧 车型有让我惊艳到啊 整体的变形也是挺有趣的啊 非常中规中矩的变形 在各方面来说吧 我觉得可能都好过这一款 IDW时候的Bumblebee啊 当然这个比较本身只是 没有多大的意义啊 就提一下而已啊 以现在的Deluxe等级来说 这款大黄蜂做的还可以啊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请到这边 非常谢谢给我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